不过尽量你Ctrl-C Ctrl-V 没有一胎 最好你要整个流程都可以乱过 你应该比较清楚 那这个部分的范例集 反正你就把它当范例好了 要不考试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再衡量 没关系那这部分的话 第一个可能会有问题的就是那个layout部分 因为之后的layout 不是layout 那个Google应该已经不support了 所以基本上尽量不要用这种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LinearLayout算了 或者是RelativeLayout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RelativeLayout Relative慢慢习惯拉的方式 它要对齐前面的或者是对齐上面的 然后排整齐 那主要的话 如果你用LinearLayout的话 横向的话 你必须还要用LinearLayout 把它做一个横向Linear 把它做分隔 那再来就是这个RadialButton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说会有三个 你删掉其中一个 然后再把它改成横向 有一个叫Orientation 把它改成横向的 然后分别把这些效果做出来 再来的话呢 再新增一个什么 就跟前一题一样 MyLayout 名称叫MyLayout 那MyLayout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布局就是要有两个 就是这边这边有一个没办法显示 没有办法选到 因为里面的字清空了嘛 然后会有两个 一个叫TV BMI 一个叫TV Advice 然后再加一个Button1 总共会有三个元件 就是第二页 也就是我们要切过去 能够看得到 那这个是第二页的画面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字的大小大概是20 SP左右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相关的这个 字串支援档 我想各位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我这边总共分成 有123 4个等级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络上好像蛮多 那个BMI的相关的范例 各位也可以去找 甚至还有一些 那个里面的用语 蛮特别的 比如说过瘦的话 瘦的像猴子 或者甚至 将来你还可以增加一个图啊 比如说 他如果很瘦的话 你下面就秀出一只猴子 如果他很胖的话呢 你就秀出一只大象 对不对 你根本 因为你看文字有时候 没办法很直觉嘛 但是你如果你看图的话 就会比较直直觉一点 如果他标准的话 你就秀出一个 比如说 如果女生就一个正妹 男生的话呢 就秀出一个型男 OK 类似像这样 如果你找不到型男的照片 我的照片可以借你 开玩笑的 OK 那类似像这样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再去变化 因为实际上的需求 其实没有这么的 这么的阳春 坦白讲这个练习题 实际上真的是 正常考题 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创意 因为他不是考你创意 创意没办法考 但他考你什么 考你做不做得出来 有没有bug 乱不乱 有没有 error讯息 OK 然后大概是这些 会有四个 四个这个advice 那我是另外再增加一个什么呢 增加一个自算支援档 不是放在stream里面 因为stream里面本身就有 东西 那我会希望把它分开来 就是advice是最后秀出来那个讯息 OK 就BMI结果有123 三种讯息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 在stream里面 请各位建立有12345个东西 这五个东西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的 那个就是那些stream 我们是用什么 用取得上面的自传支援的方式 而不是自己敲上去的 那这一题是没有考多国语系的 不过如果他要考一个多国语系 你要能够做得出来 比如说他也给你一些自串 比如说有英文版的 那你要把英文版做出来 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这个会比较务实一点 再来的话呢 有一个view之后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view叫出来 要再加一个什么 这个要叫出来 要必须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activity 所以这个activity怎么建 我想早上才讲的 应该还有印象 在上方按右键 新增一个什么 class 对不对 那class呢 记得是extense 你不要extense Java Java在这里就不能跑了 最近好像有一个 之前跟各位讲过 Oracle跟Google的官司 继续三神 不过最后 三神整个又逆转了 Google居然败数了 其实在很多讨论 就是说 到底这个到底 到底 应不应该 把它当成是一个智慧才安全呢 Java这部分 因为它实际上也是一个open的东西 那如果你把它无限上钢 变成一个专利的话 说真的 但是Google感觉又有点是 占了Oracle的便宜 所以这个当然 不过这个我想 这大公司 他们自己会去 用一些方式去喬 OK 因为反正有钱大家赚 Oracle总不希望Enjoy 所以就因为它的这个官司就挂掉了 如果Enjoy突然有一天 如果说它不用Enjoy 那我想这个智慧型手机 哇不得了了 这个整个市场 整个大变动 那它Oracle最希望它不要变 可是它应该是要现金吧 它是应该要一点点好处吧 OK 那这里的话 实际上我讲过 它之所以可以告它是说 你居然在我的框架上面 在建了你的东西 这个有点怎么说呢 这个当然你 我虽然是open出来的 可是你却在我上面建 而且你是学我的方式来建的 虽然你没有侵犯到 我那个专利是VM Virtual Machine部分 你又另外搞一个Darvik 可是感觉有点像山寨版的VM 所以这个当然有一个争议点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Extend 这个Activity 然后呢 Uncreate 这些我想前面做过了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底下比较会有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何把前一页丢过来的东西 再显示出来 这个有点像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我有做出来 我刚刚做完的 可以show的这个结果 我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Run一下 刚刚的这个程式 我刚已经Run起来了 我把它执行计算BMI这个 这个范例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就是 比如说我打上我的身高 比如说我1 那考试的话 有可能是改成公分 因为它这个M 还是要输入1.75 你不能输入1.75 1.75就错了 然后呢 你的体重的话 体重是73好了 OK 好 其实应该更多 好 那再来头按计算 体型很棒 那就是跳到另外一页 那刚刚做了什么事呢 我要把它输入的性别 身高体重怎么样 丢到下一页 那下一页 那下一页要做什么呢 接收到之后 好 并且去做计算 那把计算的结果呢 丢一个结果出来 比如说BMI结果多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BMI结果后面这个数字 是计算出来的 另外呢 根据这个结果 去抓一个什么Advice值 OK 那再来就是说 回上一页 按下去的话呢 可以怎么样 其实就finish 就把刚刚的东西又秀出来了 那其实我刚刚输入了这个 身高 这个是我的身高 体重 是我前几年的体重 我看一下 因为我刚刚输入了一个 我好像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体重吧 我看一下 这个好像体重有点过重 78 计算一下 25.5 少多运动 OK 所以我的目标大概要再瘦5公斤 才会是标准 那当然 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切到下一个 并且怎么样呢 所以切到下一个 记得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增加一个GDD 01 01底线Chart 然后呢 这边把我们这个页面 把它叫出来 那叫出来方法就是什么 setContentView 那你可以在前面打个Less setContentView 它就可以怎么样呢 帮我们把这个ContentView叫出来 但是叫出来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呢 去取得前一页丢给你的三个讯息 一个是性别 身高体重 那我们要怎么样取得前一页给我们的相关的讯息呢 其实就是在底下这边有了 或者是下一页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基本上 怎么取得我想 请各位先把前面的几个页面的内容先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后面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是 我要请问一下 是 我想计算 是 要是 是 你 我